NCC的詹妮儀主委、陳毅寧委員、台湾尼爾森媒體研究的陳曉燕副總裁、 此社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林玉凡副所長、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的盧炳勳鼻市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進,大家好,早安。 首先,我想感謝NCC給我這個機會,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對開放治理的數位政府這個主題的一些想法。 開放治理的數位政府,不明思議,就是透過科技的應用,讓政府在數位化的過程裡更為開放。 這裡指的開放是雙向的,一方面是政府決策跟資料的透明化, 另外一方面則是民間的意見要更能夠被納入政府的決策過程裡。 這樣做除了增進人民跟政府彼此之間的相互信任, 我們也希望透過擴大參與,讓所有受到影響的利益關係人都有機會來了解政策的制定過程,進而發揮影響力。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是因為,數位時代的來臨,已經讓政府跟人民的關係,以及民主制度本身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民主政治呢,當然就是眾人管理眾人之事,但是在有往際網路之前, 政府跟民眾之間缺乏直接的界面,參與者必須要透過代理人, 因此我們有為民喉舌的代理事,溝通則必須透過大眾傳播, 所以就有稱為第四權的媒體,也就是今天論壇的主題。 但是,在當時的課責呢,都會有時間上的差距,所以往往只能仰賴定期的改選。 然而,在數位時代,民眾透過網路,零時差,也零距離,就站在政府的門口,站在政府的窗前, 想要直接聽聽政府對某件事的說法,也想要政府來直接聽聽每一位關心這件事情的人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想要直接看政府接下來要怎麼做,就像作家李維京所說的, 數位時代來臨,彷彿把天下圍攻的理念,把疆界消滅的理想推展到了一個極致, 這是一個沒有限制的銀河傳說,這是一個沒有上想,尊卑,遠近,親出的世界。 所以,對於像我們一樣,對於參與公共事務有高度興趣的朋友,這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當角色轉換,我們變成政府一份子的時候,那也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政府要如何回應民眾的這個挑戰呢? 我們必須要充分地運用數位工具,來建構更透明,更能參與,更能克責,以及多元寒容的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的這個概念在民主制度裡面,雖然是相對新鮮,也在持續演進,但是可以肯定地,這已經成為全球的趨勢。 我們上個月在巴黎參加2016年的OGP開放政府夥伴聯盟年會,會中大約有來自100多個國家,2500位朋友,20幾個國家的總統總理部長與會。 德國部長Thomas de Mazier就表示,未來人們不會把國家分成左派或右派,而是以開放跟封閉來區分。 所以建構符合數位時代需求的開放政府,就是我們目前努力推展的工作。 以我的辦公室為例,在上任的第一天,我就在行政院架設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edis這個網站。 所有由我主持的會議,國內外媒體的訪問,與訪賓的對談,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找到逐字稿,或者是影音檔。 另外,所有公開演講跟致詞內容,也都公布在網路上,包含這一場也是。 以我目前所知,國際上同一層級的朋友,幾乎沒有像我們這樣子廣泛全面的落實,所謂激進式的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 的原則。 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標新利益,而是想要向全世界示範,如何讓全世界的決策資訊,在政府裡面都能夠更為透明,讓課責更為有效。 過去我曾經說過很多次,所謂數位政委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位的政委,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看到的資訊,了解我說了什麼,以及決策過程裡面相關的人員提供了怎樣的資料。 既然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機會,接近了解相同的資訊,也在相同的事實基礎上來討論問題,換言之,大家都可以來當政委。 我衷心希望,能夠話不要白說,會也不要白開,對我是這樣,對於所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公務同仁的民眾,也是這樣。 當然,談到跟民眾對話跟溝通,媒體還是非常重要的管道。 從我上任以來,不管是平面、電子還是網路的媒體朋友,都給了我很多關愛跟協助。 但是呢,民主國家的政府,現在大概都不會忽略像Facebook、Twitter、LINE這些攝取媒體的管道。 可是除了這些管道之外,我還使用專用的平台,例如像WiseLine,作為回應外部意見跟問題的平台。 這個特色是說,因為它是專門為了回答問題而設計。 任何人留言給我,直到我回應之前,這些提問都是隱藏的。 在回應的同時呢,不斷會公開在平台之上,還會發送通知信件給所有的幾千位訂閱者。 這樣子呢,就能夠讓大家在問問題之前都可以養成,先看看有沒有人問過類似問題的習慣, 再一次反思,或者深入追問。 如此一來,對話的過程不僅透明,重點是我把之前各個不同的進線的系統把它整合在一起,變成單一的對話平台。 不用每一次都需要從頭開始,這也是目前我在跟各部會的朋友們協作的一個經驗。 當然呢,以上呢,是我的個人以及PS小組的工作方式。 但是開放政府的主角,並不是政院本身,也不是我個人,而是政府的各個機關。 不同於過去的政策溝通方式,開放政府要讓民眾在政策形成期,就知道有這件事情,並且開始參與。 單付這樣職責的同仁,他必須從事跨部門、跨領域,以及在部門內部跨機關的協作,來熟悉記錄、轉譯、主持這些專業。 這些工作呢,我們越來越需要專責的人員來擔任,這就是所謂開放政府專責聯絡人PO的這個構想。 在林圈院長的支持,以及各部會首長的協助底下,我們在去年底,開始請各部會設置開放政府專責聯絡人,我們以英文簡稱為Participation Officer,PO。 那在這個月的18以及20號呢,我們就會舉辦PO們第一次的工作法。PO的定位以及功能簡單來說,就像部會都有新聞聯絡人,處理媒體的事務, 也有國會聯絡人,負責協調回應立委的關注和提案。 我們開放政府的PO,則是設計來專門處理,包括但是不限於在網路上,各方不特定利益關係人的訴求、建議跟聯繫。 我們希望慢慢,未來呢,就像已經上回到的新聞跟國會聯絡人一樣,PO的制度能夠逐漸融入,成為各部會日常運作的一環。 未來,我們在政策制定跟說明過程裡,除了立法院的反應,各公協會的反應,以及媒體的反應之外,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去設計,看社會上還有哪些我們還不認識的不特定利益關係人,需要去聆聽,去聯繫。 這樣的設計,就是面對數位時代所帶來的變化,因為網路就是在這些不特定人中間最便利的搭桥的工具。 過去呢,許多政府跟民間的朋友,其實已經開始做了一些努力。 我也有這個榮幸,從民間社群到政府部門裡面,始終都參與其中。 舉例來說,我發揮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以及由政府以及社群共同協力運作的V台灣平台, 這些未來都會是PO們,主要能夠接受輸入input跟推送output輸出的管道。 至於要如何蒐集不特定利益關係人的意見,如何讓關係人們面對面討論,取得共識。 或許有人想問,這樣子會不會所謂的網友治國呢? 其實就像政府傾聽媒體的建言,解決媒體披露的問題,並不會變成媒體治國一樣。 我們透過網路的公開普及可追蹤,以及去識別化的這些資料的這些特性呢, 我們讓開放政府的四大要素,透明、參與、克責跟涵容,能夠更全面地在政策制定過程裡面落實。 民主政治也能夠不斷地引入活水。 我想,關鍵的要素其實是在最後一點,就是涵容。 雖然呢,它是最近才被提出的一個想法,但是我自己覺得它是最重要的一個想法。 我們應該反覆提醒自己,公共政策討論過程的數位化,並不是要取代要拿掉工廳會這些溝通管道, 而是去補充實體設計的不足。 同時,這也沒有辦法讓我們去取代掉面對面的溝通。 也就是說,缺乏數位工具或文字技巧的朋友,不應該因為這樣的關係而被關在門外。 相反的,我們要努力透過更加友善的設計,讓原本缺乏參與能力的人都能夠輕易獲得參與的能力。 換言之,不是逼迫大家走向網路平台去做公共政策討論,而是把數位的工具帶給大家,建立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管道。 過去呢,在網路基礎建設的普及工程上,台灣有非常傲人的成就,只要歸功於NCC跟業界朋友們共同的努力。 未來,在數位通訊傳播法的架構底下,培養帶領公民討論的網路治理人才,網路治理機制的設計,乃至於更廣泛的社會溝通、教育這些打底的民主工程。 我們也很期待NCC能夠做出同樣輝煌的貢獻。其實,數位匯流的浪潮不只衝擊到政府治理,媒體也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化。 Facebook、YouTube、iPhone這些的出現,對於台灣媒體生態的影響,並不下於當年開放、報警跟黨禁。 在網路構建的媒體匯流時代,多元的網媒乃至於自媒體與傳統平面電子媒體同時競逐月天大眾的注意力。 而反過來,公民記者甚至是網路紅人也都變成媒體取材的來源,在這個眾生喧嘩的環境裡。 一方面,媒體壟斷,對言論自由、廣電自由的威脅日漸減少。 這方面,詹主委以及NCC同仁的重担也會日漸減輕。 可是,媒體作為公共守門人的角色逐漸的減弱,專業不容易凸顯發揮,投資不容易獲得報偿。 媒體要如何反應監視、往事整合,來構建一個多元開放的平台, 卻又如何能夠惠人獨具,意義發光,相信正是各位先進念字在字的。 要如何回應產業的蛻變,展現更多智慧,有恰到好處的智力,這個就是NCC在新時代的挑戰。 我想到一位作家,也是資深媒體人張鐵志老師曾經說過, 每一個好媒體都是廣大銀河裡面的一顆美麗的小星球, 但是呢,其實還有太多星球等待我們去探險,只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想像力去發明新的太空船而已。 在數位世代底下的開放政府工作,我們也同樣希望在浩瀚無垠的公共討論裡,探訪每一個美麗的星球。 我跟在座所有關心新媒體的先進有著一樣的心情,各位就都是參與以及打造以及駕馭新的太空船的人。 最後,我想敬祝今天的論壇有豐碩的成果,也向各位與會先進拜個早年,祝各位新春快樂,新享世成。